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逐位的什么 语或评或 那么这个如果学过数字电路同学 应该是比较熟悉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硬件中 也是含有语门、飞门 或者评或门等等 这样一些基本数字逻辑操作 那么这种操作更多的时候 在我们软件中所体现的一些思想 其实跟我们硬件很像 它也是完成一些什么 逐位取位和逐位屏蔽位的关系 所以对于首先我们先说这个语或或 那么它的逻辑我们这儿不想再多说了 那么我们只需要记住 任以为,记住这是为 任以为,语上什么 只要是语上零的 那我们先说语 它都一定是什么 一定会得到零 那么语其实有这样一个感觉 那这个感觉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数 不管你比如说这是一个任意数字 那么我只要一根零 零这一位相语 那我是不是就相当于把那些位给它屏蔽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语的第一种应用场景就是什么 就是屏蔽 你可以使用它来屏蔽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还是一样 我定一个硬刻A 然后呢 就挺挺复杂的这个数 然后但是呢 我现在让A语上 你看语上什么呢 0X FF00 大家来看看 你看这样一个感觉什么意思 首先来说这是16进制对不对 16进制的F就是代表全1 也就是在2进制的全1 全1我们不管嘛 我们先说0 因为A中的3和4 那么是我们的什么 这00两个位来管理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3和4怎么的 没有 在00的语操作下过后 是不是就没有了 也就是最后这个表达式的最终结果 是不是3和4是没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操作 实际上叫做屏蔽 低什么 低8位 0是4位 0是4位 是8位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 屏蔽 低8位 低8位 好 这个在我们很多开发的过程中 或者跟硬件打交道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 比如说我取一个数 有些位我确实是不想要 但你又不得不读出来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把它屏蔽掉 直接取我们想要的就可以 想要的就可以 那么既然有屏蔽 那自然是不是有取出呢 那为什么还这么说呢 因为我说任一位 任一位还是一样 我们语上1过后 那一定会得到什么 记住这地方它不是1了 而是A 就说你原来这个A是高电频 那就是高电频 如果原来是低电频 是不是就是低电频 所以语我们还可以认为 它其实就是 也还有一种功能 什么取出数的感觉 对不对 取出 取出 取出的概念 有屏蔽加取出 因为我根据F 就是1和0的不同的操作 自然而言 一个是屏蔽 一个是取出 那你看像这个东西 它屏蔽的低8比特 其实且就取出了什么 是不是高8位 看没有 高8位 所以说 这个在我们的语操作中 经常使用 经常使用 那么利用这两个 语门的一个关键 核心算法 核心算法 那么来完成我们的屏蔽 和取出的概念 好 这是我们语 那么在我们硬件中 我们往往来说 都是把1当成高电频 然后0代表低电频 所以说这样的话 语更多的时候 是把它设置为0的方法 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把语在我们硬件中 又把它起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叫做清零器 清零器 好 那么根据这个清零 也就是说以后 我们在硬件中 想对某些位清零 那么首先的想法 就是什么 语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先说完 然后再一起说完 或的操作 就跟语刚好相反 A或上0等于什么呢 恰好它能得到一个是A 也就是说 你原来是 或上0过后 它是不是还是保留啊 保留原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 或的感觉呢 它有第一个 第一个概念就是保留 保留就是说 我只要跟0一起来 那么就保留住 但是我A 这个地方 关键是它下面就 只要或上1 那么它一定等于什么 一定等于1 所以我们或的操作 主要利用它 而语的操作呢 主要用它 因为最终的结果一定是0 看没有 一定是0 而A 只要或上1 是不是一定是1 对不对 所以说或的操作呢 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设置为高电瓶的方法 或者说我们就 就是设为1的方法 对吧 我们先写上高电瓶 设为高电瓶的方法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又给它起名 就叫设置 设置器 设置器 在我们的芯片手册中 经常叫set 然后这个语呢 我们叫clr clean clean set set一般指设置为高 设置为高 然后clean就叫清零 用这个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语和或中 经常在对于未操作中 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那么其中这个 这地方呢 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 其中比较最简单 其实就是语操作 或操作 语操作相对要复杂点 一会我们来看 我们先说语 比如说我现在就刚才说了 我们要设置 比如说一个资源 一个资源 什么资源呢 我们不管它 一个资源的什么 bit5 也就是说第5位 第5位 然后怎么的 为高电瓶 高电瓶 那么其他位变不变呢 其他位肯定是不能让它变的 因为我们只管这一位 其他位可能是别人去管的 对不对 所以其他位不变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做呢 首先来说 因为你要是为高电瓶 所以我们首先来说先定义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还没学到指针 或者说我们还没有真正接触到硬件 我们就假设 Intel A 这个A就是我们要的资源 那么以后 我们通过内存的讲解过后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A改成什么 我们实在的 实实在在的一些硬件的寄存器 其实就OK了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申请了一段内存A 然后让这个A 我们的操作 对第五位进行操作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看 A要设置为高电瓶 最终的结果 A一定要通过 或的把第五位设置出来 那第五位怎么去写呢 这个时候我们说了 第五位应该是这样写的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1 1 12345 这我提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也相当于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说 Bit5和第五位 我们在实际硬件 包括我们现在软件来说 它都代表是这样的 第一个0其实叫0比特 会我们称为第0位 在我们硬件和软件中都有一个第0位的概念 所以Bit5其实1后面几个0 有5个0 这是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然后才是Bit5 看没有 所以说让我们的第五位为0 其实就是1后面几个0 就有5个0 有5个0 然后在这一位上把它设为1 所以有一通 那我就这样写 这样写 然后我再通过计算器 然后把它转换成实际制 这一获不就OK了吗 那有一通说为啥设为0呢 因为我说0是不是恰好 因为A获上0过后还是保留原来值 所以说这样的话 它仍然能保留原有的数据 不改变 然后只是让我们第五位发生改变 对不对 好 当然这样写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 因为这样你是不是还要自己算一下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什么 编辑器把我们算 而不是我们去做 我们程序员一般来说很懒的 一般来说尽量能够让计算机 帮我们做的 我们尽量做 那1后面5个0 这个0不就恰好是我们上几课说的 一位方法吗 我们左1的时候 是不是其实空位就补0呢 好 所以说这个1后面5个0 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把它想象成什么 0x的1 然后怎么的 左移五位 利用这样的方法 去得到这样一个什么 第五位为高电频 其他位为什么 为低电频的这样一个数 这样一个数 当然安全起见呢 我们这个地方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括号 加上这个括号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 好 然后呢 那么当然这句话呢 我完全可以再把它引申出来了 引申成什么 A或上 0x1 左1n 那是不是就是对A这个空间的第n位设置为1的方法呀 看没有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的 好 那下面我们看 既然有设置了 那我们清除怎么办 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清除第五位 好吧 好 那么清除第五位怎么做呢 好 那还是很简单 intA 然后A等于A 那么我们说 既然是清除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要构造什么 构造语操作 因为只有把什么 把第五位设为0 然后其他位设为1 你看啊 其他位设为1 5个1 然后这位为0的二净之数 给它计算出来 然后一语不就OK了吗 是不是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小心了 你想构造这个数 那这个数 你不管它多少 但我们的问题是这样 如果假设这个数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几个1 1 2 3 4 5 5个1 5个1呢 实际上是多少 是32 32 好 31 好 那么31 那有些人说我就这样写呗 我就 这为什么31 大家应该明白不 因为你的那个2的5次方 2的5次方呢 刚好是32 那刚好这个地方全1 那只要是少一个31 好 a 宇上 他说那就31就行了呗 这样不就构造出来了 第五位是0 然后其他位都是1的数了吗 对不对 好 我们说这个不行 为什么呢 31 虽然在我们的第五位的 第六位的内存上来看 是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实际上我们前面这个0的前面 还有没有数字呢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内存中 其实存放的31 原来也提到过 31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整形长量 而整形长量的大小是多少呢 所以你看我们一直在强调 这个内存其实就在玩内存 就是把这个内存的大小给搞定就行 31刚好是我们内存的什么 假设我们32位GT的话 那是不是刚好有32个壳子去描述这个31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出现这个问题 其实这一个31 这一个31 是不是只有5个比特 并没有 他就说他实际上还是32个盒子 只是我们的这六个位 这六个比特 是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要求定义的 而其余的这几个比特 这些比特实际上是多少 那当然我们说都是什么 都是0了 因为你这个数是这个嘛 31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内存就出问题了 这不全0吗 然后这面是给一个数字 那这个全0又有一个问题 全0一旦相遇过后 就会得到什么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把他的什么 高位 高这几个位 是不是都给他清零了 那如果高几个位 刚好也有他的物理意义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 我们的芯片工作就不正常了 所以说在对于 清除操作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就你只能保证这一个位 其余位一定要全位移 所以有些说那好吧 那我就这样吧 我们就偷懒 不偷懒点 我们就勤快点 我们把这个所有仪都取出来 都取出来 然后我们看看道理 道理最后我们构造出一个什么数 然后给它写 你去不行了吗 好 那么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当然可以 但是我们说你这样得不偿失 或者说 或者说你后面会面临一些什么 脑袋非常头疼的问题 就是说你能不能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上 编译可能三三二倍 那如果这个程序不加修改 去移植到别的平台上 可能这个平台是16位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来思考一下 你这个数字还能起这个作用吗 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的写 如果你光用全一的方法 去把它全部构造出这个数 然后去写 那这样的话你会导致一个什么 你会导致上编译那个就是什么 你的系统的可一致性会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干脆就什么 那既然这个印度多大 或整形大小是由编译器来决定的 那我们就用编译器能理解的一个什么 一个表达式去让它去解释 怎么理解 你看 那我们就这样说 0x1还是一样 我们把1先左移五位 先左移过来 但是你看 我现在把它做一个什么事情 做一个取法 取法我们没说 但其实是一样的 这其实道理是一样 你看我们把它取法 这样一旦取法过后 那是不是这个第五位为1的位刚好为0 其他位全部为0呢 而其他位是多少呢 这个表达式 其实是不是就是个整形常量 所以GCC或者说C编译器 根据你的这个情况 它自然而然的也就会 跟我们的什么具体系统内存挂上钩 然后把什么这位为0 其他位怎么 全部自为1 这样再进行相语过后 是不是就非常安全了 看没有 所以说真实的A 要想清楚的话 一定要这样写 语上 然后怎么办 0s1还是一样 左移五位 但是这个五位一定要对它进行一个什么 取反操作 取反操作 所以说这就是清除第5位的一个方法 当然第N位很显然这个方法就很容易扩展了 就是A等于A 或上 然后还是一样加个括号取反 加里头也行 加里头也行 然后多加些括号 就是说我们这地方说一下 顺便说一下 这个括号我们尽量勤加一点 无所谓 因为我们只要知道保证这个优先级就OK 然后你看就是1 左1 N位 然后取反 那么自然而然就对DN位进行清零的操作 然后在A 雨上过后再复回去就可以了 所以说 这两种操作 对于什么 某一个位进行一个什么 自位和对某一个位进行一个清除 那么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应该可以这样说 你搞驱动或者说在底层开发中 嵌入式开发中 这两种操作 你几乎都会遇得到 基本几乎都要遇得到 而且考察的时候 面试官考察的时候 这些问题 他肯定是要问到的 肯定要问到 因为你作为嵌入式来说 你一定会要跟底层打交道 底层打交道 你一定跟位 因为它逐位处理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雨和或 好 好 适合 某 是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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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